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的男嘉宾 孟菲老师好 黄老师好 我们辩论圈的男神 陈铭老师好 24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甘昭泉 来自美丽的春城昆明 今年27岁 其实孟老师 我妈妈今天也来了 她是您很多年的粉丝了 欢迎你 妈妈很年轻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 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 已经为她匹配出了 智推女生 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的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能带你去吃 正宗的酸汤鱼 你是哪里人 虽然我生活在昆明 但其实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那我自己是少数民族 那我相信大家的每一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酸汤 但是我相信最正宗的 一定是我们贵州凯里的酸汤鱼 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为在我们凯里 这个酸汤的发酵 它是由特殊的制作工艺制作而成的 第二是因为我们的原材料 它叫做毛腊果 是一种野生番茄 所以我们贵州人有句老话叫 三天不辞酸 粥乳大弯弯 我也希望有机会 能够带大家一起去品尝 我家乡的美食 我个人认为 就这锅酸汤 可以算everything 一切 煮出来没有不好吃 对不对 真好吃 是的 台上有爱吃这个吗 那个酸汤鱼吗 四号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应兴兴 今年24岁 来自浙江温州 目前在京华从事音乐助教的工作 然后我前段时间有去贵州 就是吃那个酸汤鱼 还有酸汤牛肉什么的 我觉得他们那边的这个菜 特别符合我的胃口 我想请问男嘉宾 你会自己做酸汤鱼吗 其实可以自己做 但是我更想带你们去到贵州 去感受那的美食和人文 好的 谢谢 第二个 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一个特别爱抱怨的人 我说的抱怨应该是就对生活价值观的持续低迷 以及对所有挫折和困难的外部归因 说的挺好的 对所有挫折的外部归因 就是都是怨别人 他的措辞的精准程度已经赶上臣名了 1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的微信签名是拒绝负能量 上大学之前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抱怨的人 后来是我的一位姐姐 她跟我说了一个吸引力法则 如果说你经常抱怨的话 那你吸引到的也会是一些不好的人和事 然后从那之后我就比较少抱怨了 那我想问您平常的生活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我更像是一个乐天派 所有的困难其实我觉得都是能够让自己成长的 所以遇到困难我都不会去觉得这是很难过的事情 1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不是一个爱抱怨的人 我特别喜欢有句话叫 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 我觉得这也算我的一个座右铭 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不管好的坏的发生 对于我的可能经验的积累也好 或者说我自己人生的成长也好 都是对我有利的一个事情 对 其实我是认同你的观点 对 一个家庭里当出现三个词的时候 那个关系一定是不好的 一个就是抱怨 第二个叫指责 第三个叫命令 抱怨 指责都是对方的错 命令就是你给我干嘛 那好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相反过来 抱怨的时候它是鼓励 命令的时候是请求 指责的时候是宽容 如果我们是用鼓励的宽容的 请求的方式跟对方说话的话 那一定是会形成一个 很良好的家庭氛围 你看男嘉宾的妈妈长得慈美善母的 家庭氛围一定很好 好 来看片子 理想生活需要一点热爱和冲动 创业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我叫干招全 大家都喜欢叫我阿干 毕业于海湾名校的数据科学专业 现在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 将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活完美结合 前段时间我们参加了国家科技厅举办的创新创业大赛 拿到了省内小组第五名的成绩 我很骄傲有一群伙伴 愿意相信一个梦想 一起奋斗 这就是我的办公桌 办公桌的意角是我喜欢阅读的书籍 我有一份自己独特的工作计划表 这是我们公司初创团队的合影 我还会帮我的伙伴们设计工位 平时我喜欢带着同事一起去团建 我从不强迫表演节目 我变相不知任务 不占用大家周末的休息时间 团建就是要完全放松 单纯地吃喝玩乐 生活中我是个很会玩的人 我喜欢在活动APP发起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我参加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 是城市寻宝 就是通过作者提供的线索和描述 去找到他藏起来的宝物 整个过程中最有益的地方 可能是最终的宝物 就是你这一路所见的风景吧 还有在一些活动中 为了让大家快速破冰 我还会带一些小道具 周末有时间 我会去讲武堂做志愿者 为前来的游客讲解历史 一池翠湖水 半部昆明史 因为喜欢历史 我会去历史遗址类的景点打卡 北京的故宫 西安的兵马俑 当我站立在他们面前 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下一站我已经决定好了 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你说下一站想好了是哪里 其实我想好了是杭州的这个岳武木次 他不在西湖边上吗 对 片子里边说你还会去给人讲解 对 我现在在昆明 昆明有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景点 叫云南陆军讲武堂 他是一个经历了中国最激荡的 那段岁月的一个地方 他孕育了我们非常有名的 像朱德元帅叶剑英这样的人 那同样他还有一段可可可泣的爱情 叫小凤仙和这个蔡厄 那有一次呢 我就去游览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外国人 他不知道里面到底在讲什么 他们就看 他们也看不懂 然后呢我就去申请说 能不能做一个这个义工 去给他们做英文讲解 于是呢 很好啊 这一幕就发生了 然后就带着一帮各个国家的人 就去跟他们讲这个历史 跟他讲蔡厄和小凤仙的爱情 你是怎么介绍小凤仙的呢 就是 对 我就是说他爱上这个男人 无法自拔 最后呢 但是因为这个男人 心里面只有国家 没有办法 最后他就错失了他的爱情 去看看这段历史里边 蔡厄将军和小凤仙的这段 后来还拍了一部电影 轰动全国的一部彩色电影 在80年代初 叫《知音》 男主角王新刚饰演蔡厄 女主角是章鱼演的小凤仙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李慧慧 说到历史遗址 我想说说我家乡的河南暗阳 殷墟博物馆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 甲骨文的发源地 现在有一个热映的电影 《风神》第一部 然后讲述的就是商朝的一个 是朝代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甲骨堆 这是我们的四母屋大典 我记得它好像是有875公斤 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商朝的话 我建议还是一定要去实地地去看一看 因为会受到很多的一个震撼 在商朝出土的青铜器里边 在我们读过的初中课本里有两件 一个是它 另外一个叫《思阳方尊喝酒的》 这个是在安阳出土的 如果去安阳了解历史 一个是殷墟 还可以了解一段红旗群的历史 还可以看太行大峡谷的河南段 这三个地方都是 到一个岳飞庙 对 岳庙 刚才你说的一个词 就是你们团队的那个工作氛围 非常好是吧 你们大家有没有对自己 现在或者将来 想要工作的那个环境 有什么愿景和设想 期待 3号 我觉得我现在这家公司的环境 就挺好的 就是我们每个节日都有活动 每个员工生日的时候呢 会给每个员工准备一份小礼物 然后我们过年过节啊 都会有礼品 还有就是同事之间的氛围特别好 就大家经常互点下午茶喝 然后我去这个公司上班 胖了十斤 我们来看大屏幕 关于刚才那个话题 梦中情思是什么样子 挺有意思 看上去是不是 我理解一下 是不是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对 对吧 对 好 来 选A的举手 就是舒服 6 3位 来 有没有人想说一个理由 16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16号 张敖来自内蒙古厄尔多斯 目前在杭州从事行政方面类的工作 最看重A里面哪一条 我看重的是它的那个成长性很强 成长也好 然后办公的空间也很 保健很好 在我目前的人生阶段 我可能对于成长性的要求比较高 好的 你是选A 对 对 我选A 我们公司会经常有读书分享会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单纯的写报告 周报会对个人的成长会更好一些 这是我的看法 来 选B的女生举手 我看一下 四个 四个女生选B 来 2号说一下理由 其实我最心动的反而是每天通勤两个小时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上学很远 我每天坐地铁上下的话要三个小时 很苦 但是那段时间我三个小时 我每天可以在地铁上看很多的书 学很多的东西 你自己在家不会学的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被动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是很容易提升自我的 而且吃饭又好 对不对 而且感觉挺不错 选B的话 你别讲这一点 让我觉得很意外 我跟你有非常大的共同点是 我看书也不多 看书的时间也不多 我一个月看多少时候取决于 我在飞机和高铁上待多久 如果我这一个月飞好多趟 坐好多趟高铁 我可能读好几本书 因为那个时间就是我看书的时间 你让我天天躺床上的时候 反正就不太想干 所以这一点 选C的有没有 哦 这个多 7个 我还挺多的哦 我想问一下 24号看中哪一点 C里边 我看中就是竞争性强 然后工作节奏比较快 因为我本身是 喜欢竞争 对 因为我觉得竞争是绝对可以让人成长的 然后节奏快 就是我就是希望就工作节奏越快越好 就不要影响我下班之后的时间 这一下子都是D 陈铭选 A 我选C 工作节奏快 就喜欢这个 这样就大家都能跟上我的节奏 他不是要这么着急 7号 您好 男嘉宾 刚才您VCR里面提到了 就是有一个城市寻宝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蛮有趣的 想让您展开讲一讲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城市寻宝 它是由一个社交媒体 有一个博主 他在旅行的过程中 到一个景点 把这个 他自己的一件物件 藏在一个地方 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 之后去旅游那个景点的人呢 在游览的过程中去寻找 那其实如果他找到了那个宝藏呢 他不仅仅结识一段 特别的这个友谊 一个未曾谋面的人 但是同时 他也把这一路的风景 尽收眼底 所以非常好玩 我也推荐大家去尝试 18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最近蛮火的那个猫桌老鼠 猫桌老鼠 对 有玩过吗 有 就我们经常会参加 像之前我们会在一个APP上面去发布 像草坪乐会猫桌老鼠 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都会参加 我们也会自己组织 然后看你维斯拉里说 下一个目的地是杭州 对 我刚好也在杭州工作 我觉得咱们可以在杭州玩一次猫桌老鼠 可以 我们可以绕着那个西湖旁 看下一条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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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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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4号 你好 男嘉宾 我看到你第一段感情里面讲 你和你的女朋友 因为社团活动就产生了分歧 我觉得你女朋友说那句话 可能就是说 社团活动由我重要吗 可能是那样的一个意思 对啊 就是肯定是女朋友很重要 但是在于女朋友能不能理解你在 从事的事业的重要性 就是我只是希望她能理解 那个东西对我同样重要 只是可能在那个阶段 我们可能缺乏沟通 也缺乏爱的技巧 所以没有把这样子的沟通 给她做到位 陈晓旭 男嘉宾 你好 看到你第二段感情 是因为四岁年龄差 导致的可能人生处在不同阶段 所以分手的 我想问一下你们当时感情 是处在一个比较好 比较甜蜜的状态 然后你们理性思考之后分手的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国恋 就是我们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 而且她可能还要完成她的学业 而我已经开始创业了 所以我们商量下来 她觉得我们可以理性地结束这段关系 那我也尊重 王梦瑶 你好 男嘉宾 那个短片中提到一个年龄差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所能接受的年龄差 大概是什么样子 对 其实我觉得VCR里面强到了年龄差 但其实我想讲的是 我觉得是阶段差 我觉得可能阶段比年龄本身更重要 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创业了 而她还在校园里面我们接触的人和事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谢谢 9号 男嘉宾就是你现在比较需要的是 对方能给到你事业上的支持 还是情感上精神这样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情感上的价值就是支持更重要 我觉得很多时候双方都是 我觉得有时候能给到对方情感上的 就是事业上的支持也有限 但是我觉得情感上的支持 是我非常乐意给予的 那我也希望她能给我更多情感上的支持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有没有哪个女生想分享一下快速灭灯的原因 16号 其实是我最大的原因是 今天是到达了 我会在这边的中间 一年是大约的 天资 我会会在这边 这边 你不需要的 但是我就能帮忙 我会想起来 那么多久 就能帮忙 我会想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才20多岁就在考虑荷尔蒙退却的事 这就是从一开始把它设为目标的 隐含的一种风险 女生就是你也太理性了吧 还没有开始已经考虑好结束了 还没有燃烧已经考虑好灰烬了 这个就会让人心生寒意 所以切换吧 要有一个切换的模式 在感情和理性当中 在工作和爱情当中 你的自己的成长性又很好 你又在创业 是一个很容易成功的男人 那但是你可能对那一半的要求 要跟住你的步伐 大家会觉得有压力 另外呢也会担心说 你给到的那些爱的那个部分不太多 因为在你的价值观里面 爱就要让步于事业 就是 所以对此 想要便宜 对此 我会担心 对我 我正应对我 正确是 同意 对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吃上有机食品的 《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赞助》播出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非诚勿扰》马上回来 《非诚勿扰》精彩继续 这个秋天 《非诚勿扰》法国专场 时刻11年再度出发 在这里 阳光轻浮塞纳河畔的街巷 夏末余热 在秋季的巴黎城内 传递着浪漫的选息 如果你单身 渴望与心仪的人 一同走向未来 请不要犹豫 登陆立志新闻 或新欧洲网报名 即刻踏上这段 令人期待的旅程 《非诚勿扰》法国专场 已经启动 我们邀请在法国的 单身男女 来到我们的舞台 寻找属于你们的缘分 让我们在这片 充满浪漫的土地上 共同谱写美好的缘分 这是张鸿辉 今年27岁 来自重庆 这是市区家园网 推荐的男嘉宾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 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 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大高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和你看一部完整的剧 你以前都没有和女朋友 看完过一部剧就分手了 那也太短了吧 没有 因为看这部剧的 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互动 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共同话题 这样的话会加深我们的一个感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一点 恐怕在选择看剧的时候 两个人是什么品位就会找到 1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看那个完整的剧 一个过程大概要多少时间 因为电视剧有些不是很长吗 然后我就是那种 再更新的电视剧 我一定不会去看它 我一定要等它更新完了 然后我安心地花一个周末两天的时间 全部把它看下来 50多集的剧两天就看完 倍速 两倍看 然后 你喜欢了 晝夜兼诚 李慧慧 请问男嘉宾你喜欢看恐怖片吗 因为我好喜欢看恐怖片 是我的最爱 我不太喜欢 但是我不建议跟你一起看 我不建议跟你一起看 我不建议跟你一起看 你不太喜欢恐怖片 那你很会演爱情片 对 可以 那李慧慧你看的时候会保护它吗 没事 我挡住 14号 你好男嘉宾 我当中 就是在看剧的时候 我会就是假如我有看不懂的地方 我会暂停 然后先问 他为什么 他喜欢她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要追杀她 都会这样子 你会介意吗 还有就是你平时追剧的时候 有什么小习惯呢 这个我不太会建议的 我追剧就是 可以根据你的心情来看 好的 有一些什么那种追剧仪式感 不说焚香沐浴那么夸张 但是零食 什么有某些饮料 山楂树下 背着手边随手就能拿 对 都提前背好 然后咱们一起打开电视剧 然后坐下来 慢慢享受这个过程 好 第二个 我不希望你建议我是一个整理空 整理 整理什么 就是房间 衣服 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物件 我都特别喜欢整理 平常的话 我会把它整理完了之后 然后拍照 纪念一下 然后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这是你的茶几 对 这是我茶几 还有现金 最大面值一元 这个 还有生谱 她生活是很有秩序 而且对自己还挺好的 而且非常细致 我来问女生有没有喜欢这个事的 21号 我想问男嘉宾的是 男嘉宾是不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 对于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是有一点稍微的一点强迫症的 但这个是只针对我自己 不针对别人 24号 你是一个整理工 那如果说你的另一半 他可能不太会整理的话 那你是会督促他去整理 还是说你会伸手帮他整理 一般的话我会询问他的意见 他需不需要整理 如果他需要的话 我会去动手帮他整理了 你的那个笔都摆放得特别整齐 他往沙发上一坐 给你弄歪一点之后你 会难受吗 会难受吗 会难受 他会按键暂停 过来把这个笔调整到原来的角度 9号 就之前公司有一个人 他就是特别爱整理东西 只要他经过的区域 所有东西都整理得干干净净 所以我想知道男嘉宾是这样子的吗 不会的 因为我会选择不去看他 不是 你要在那个地方待着 比如说一个位置可能坐个一天左右 那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去做的 因为我确实在这里做不了一个小时的 就是这个事吧 它是属于个人的爱好 你自己挺好的把生活弄得井井有条的秩序 但是你只要不强迫别人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来看片子 我是张鸿辉 来自重庆 现在是一名品牌连锁酒店经理 工作中的我保持专业和高效 有冲劲 有目标 走过多个城市的我 也体用过多种职业 不断探索未知是提升自我的秘诀 工作要拼搏 生活要享受 我习惯将工作和生活分开 上班下班 两部手机 互不打扰 当我想放空自己的时候 找家小店 点一杯唇茶 享受惬意的时光 当我想热闹的时候 就找几个朋友 打一场球赛 享受酣畅冥冥的感觉 有时我也会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来一场慢旅行 我曾经在一座海边小城待了一个月 每天漫步于海岛沙滩 看落日缓缓下坠 穿梭在市井烟火中 听当地人娓娓道来 我喜欢这种自由放松的状态 追求随遇而安的惊喜 那次旅行当中的话 是碰见了一个外国人 我们是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的 但是晚上我们是靠着翻译软件 我们聊了一个晚上 现在想想还蛮有意思的 我从大学时期开始看《非诚勿扰》 这个节目带给了我很多成长和启发 他不当让我学会了如何倾听 也让我塑造了良好的情感观 孟老师的自传随遇而安 更是让我坚定的回到家乡的决定 再次回到家乡 热情浩克的重庆人 清晨的二凉小面 沸腾的麻辣火锅 曾经习以为常的这些都让我倍感亲切 在这座魔幻城市 开导航不一定找到路 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几楼 过江还要排队几所到 这些从前觉得很不方便的城市特点 如今却成为了家乡的专属回应 如果你也喜欢这座城市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发现它的魅力吧 你现在是住在重庆 对 是的 目前定居在重庆 陈菲菲 你好 男嘉宾 刚刚你的VCR有两个特别戳我的点 首先 重庆绝对是我 国内最爱的城市之一 就是我觉得重庆像一个热血蟒状的少年 就是充满激情 以及直肠子 比如说重庆人说请你吃火锅 他是一定会请的 对的 是的 对 不会 咱们重庆人的话 其实是特别热情的 大概比方我去重庆问路的时候 就是我去问一个人 他可能会上来好几个人把我围着 他告诉我这个怎么走 他真怕我好像找不到路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亲切的 是的 对 这是重庆比较有特色的过奖所道 以及这个李兹坝川楼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到重庆去都上那去看 好多外景跑到那儿 拉着手机 就等那个车进去 那个 河川桃片 好吃 你带来了吗 对 我今天有带河川桃片 这是我家乡的一个特产 特别好吃 这是我小时候就吃这个长大的 河川桃片 我先流口水了已经 谢谢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桃仁 里边有 里边有河桃 那个桃粒 三号 你好 男嘉宾 其实我也算半个重庆人 我是重庆隔壁达州的老家 然后跟你那个说 其实老家话是一样的 哦 四川那边对吧 对 我们老家话是一样练习次 哦 腰队 哦 腰队 然后我看 我看你那个上下班是两部手机嘛 那意思是你有两个微信号是吗 是的 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平常的话是有工作和生活 把分开的一个习惯 工作的话是用工作手机 生活的话是生活手机 所以我觉得 这样把生活和工作分开 这样的话会更有条理一点 会更轻松一些 但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就是你会把你的两部手机 都给我看一下吗 可以的 没问题 一号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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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因为您是从事酒店管理对吗 对 是的 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去旅游嘛 然后我听他们说假期出行的时候 线下订酒店会比线上更便宜 有这么一回事吗 酒店的话 其实如果你要假期去的话 我记得你不要假期去好了 因为假期的话 酒店都会涨价的 7号 男嘉宾您好 其实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工作跟生活要分开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我会全情地投入 而且因为我是教这个面试的嘛 所以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激情澎湃的 那我觉得一天上完课 9个多小时之后 我一定要有自己的时间 所以无论说在哪个城市出差 我可能都要自己去走一走 或者说有自己的时间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 或者说去品尝一些巷子里面的小美食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非常理解您这个想法 对的 是的 感谢您的理解 7号女生 每次在我觉得有点疲倦 有点累的时候 我就喜欢点7号说话 她只要一张句说话 说什么内容 对我来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主打一个昂扬 我听完她说话之后 就不疲劳了 金气神就上来了 13号 男嘉宾 你从大学就开始看《非诚勿扰》 那你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 你比较赞同的爱情观点 然后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女嘉宾类型呢 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温柔 懂事 并且看起来也不要那么幼稚吧 看起来不幼稚 哪一种就看上去就幼稚 倒也不是朋友 这就是看上去比较幼稚的 这个该说不说18号的发型 确实背面看都能觉得很可爱吧 这样我们来看下一条片子 就会了解一下的情感经历 我和初恋在球场相识 他经常为我欢呼打气 慢慢地我们互相熟悉 在跨连夜的中心里走到了一起 恋爱后我们几乎天天腻在一块 对他的很多要求都会答应 但慢慢地他有些变本加厉 他这个好人好爱和你 这个我爱吃你不准吃 不准吃打球了出来陪我算啊 有一次在我生日聚会上 因为人太多 对他的朋友有些照顾不周 我跟他做了解释 但他要我当众道歉 还和我大吵了一架 最终我们分手了 我觉得一定要有底线 不能彻底放宽心理界限 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就是彼此平等 并且长久的这么一份感情 第二段恋爱是在我出差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虽然彼此都有好感 但从没想过进一步发展 当时他比我小六岁 并且的话又是合作关系 所以当时压根就没有想过会在一起 他会时不时制造偶遇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 发现他也在 一开始以为是巧合 可后来又去了几次 每次他都在 并且会提前做好我爱吃的小面 正是这碗小面改变了我 后来我才知道嘛 女孩子为了靠近我 去找到我的朋友 制造一些相处的一些机会 那我当时就在想 一个小我六岁的女孩子 都可以这么主动 那我作为一个男孩子 应该更加主动一点吧 我们在一起后感情很好 也约好了一起去重新发展 后来他的亲人生了一场病 这次变故让他改变了主意 我觉得爱情当中充满了不确定 包括我们对爱情的理解 会因为很多事情发生改变 就像我当初会因为一碗小面 改变自己的一个爱情观 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 他当时的选择 最终我们和平分手了 希望未来的你性格开朗 热爱生活 我们能平等地相处 彼此坚定 一起携手面对未来爱情中的不确定 好 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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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灯了 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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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开始 允许我花吃一下 他长得好帅 他真的好像赵优婷 谢谢 谢谢 男嘉宾 我也会煮小面 因为我也 算半个重庆人 达州 达州 对 对 我桌面还挺好吃的 其实我桌面调也特别好吃 谢谢 你们就比一下看谁更好吃 对啊 我想问一下3号 VCR当中哪一句话打动你说 一定要爆这个灯了 我觉得他真的很帅 他又不是在第二条片子才帅的 可是他一上台就很帅啊 对啊 慢慢累积 在叠加这种好感 21号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你 在恋爱中的底线是什么 把欢乐的气氛一下子拉到了 欢乐了没有一分钟 拉到底线 主要就是不能内耗自己嘛 就是我一旦开始发现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个内耗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内耗 然后我们互相开始有点折磨对方了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触碰到我的一个底线了 14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想法 如果一段感情里面两个人就是不平等了 那其实就是在互相消耗对方 但是我想知道第二段里面你们两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分开了 是这样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家里面人生病了嘛 后来他们家里人就不太想让他出去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我们也没有走到一起 要回去照顾家里面的人 对 就是他们家里面就是特别特别不愿意他要离开他们当地了 1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刚我听到您的组织里面说 其实你是一个不太主动的人对吗 那我想问就是在以后的感情处理中 你会偏向于更主动 还是说偏向于更被动 主要是也是分情况吧 该就是男生主动的 肯定我一点也不含糊 但是就是有些时候嘛 也不需要太刻意地去主动 感觉的话就是不是有点逼得太紧呢 我担心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负担 最后一个问题 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你就是重庆不是就是那个啪耳朵 你是啪耳朵吗 算不算硬吧 什么意思啊 没听懂 确实也算是啪耳朵 但是也没有那么那么啪是 没有 其实我们重庆人的啪耳朵 它其实是对男人的一个赞美 它其实就讲的是重庆的男人 都比较爱自己的老婆 比较什么事都愿意让着她 这个所谓的啪耳朵更典型的是成都 成都男人以此为骄傲 哦 来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有请3号 6号 恒顺精油香醋 纯粹好醋 礼品添加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康达萍 12号 男嘉宾的智推女生是 20号 于晓晨 男生独立自信努力进取 敢坐敢闯 热情温柔 体面整洁 前世惬意 情绪稳定 感情中喜欢照顾和体贴对方 有点黏人 也要独立空间 喜欢有冒险感的爱情 女生外表靓丽 优雅田径 随和合群 有上进心 追求品质生活 也懂得节俭 感情中喜欢交流分享 看重陪伴和感觉 男生公私分明 事业生活坚固 女生温柔随和 浪漫可爱 是在一起 难舍难分的幸福爱人 动两位参考 女嘉宾的资料看一下 熊伊林 一 欣赏不来 二 我的网购收藏夹 三 喜欢这样的我吗 三 喜欢这样的我 嗨 大家好 我是伊林 下面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这是我 闲夏时 待在店里的角落品茶 这是我 能让一个仙女 变成一个更好看的仙女 这也是我 拉得了货物 也用得了电钻 这还是我 乐于和朋友分享生活 你们没看错 这个仙女也是我 我叫熊伊林 一个极美貌与才华 鱼艺深的女子 你喜欢我吗 喜欢 马蕊 理想的爱情 期待的你 小怪癖 二 期待的你 成熟稳重 情绪稳定 能包容自己的小韧性 如果能会乐器就更好了 你会乐器吗 早些年的话有学过长号 长号 对 长号 管乐 于小晨 反差感 选择性失忆 说话方式 一 反差感 对于刚认识的人 会表现得高冷话少 对熟悉的朋友 三天三夜都聊不完 富阳 我的情感观 我的焦虑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三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富阳 我是一个爱笑的女生 平时喜欢和朋友 约在一起吃火锅 工作有时 会令我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喜欢去运动 空中瑜伽 还有滑雪 多巴胺的分泌 让我的心情和身体 保持舒畅和愉悦的状态 还喜欢和朋友 约着一起去旅游 打卡拍美美的照片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喜欢 全场的男同学都很安静地 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你看这些妹子嗨成什么样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就是你欣赏哪个明星 为什么 赵又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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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明星 我也不太追星 就是是这样 就我个人的话 是比较喜欢彭于晏的 因为我是想成为她那样 就是阳光自信 并且又自律的自律 我认为你往赵又廷方向发展 可能会近一点 打个样我就知道了 我喜欢刘德华 因为是受爸爸的影响 然后我从小听刘德华的歌曲长大的 所以现在也会听一些他的歌曲 然后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义德的艺人 好的 我喜欢的明星是周星驰 我喜欢他的作品 然后喜欢他的风格 我喜欢的是乒乓运动员马龙 因为我很喜欢他在赛场上 为国家拼搏争光的精神 我很喜欢这样热血的男生 我们好好听一下三号喜欢的谁 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明星 但是今天我特别喜欢赵优廷 我特别喜欢赵优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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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高媛媛听了都生气 大黄 明星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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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最后给三号一点时间 你好 男嘉宾 你是重庆的吗 我是四川的 我们地域也挺接近 然后饮食方面 各方面都挺接近的 然后过年就不存在 去谁家过年的问题 就真的很近 就当天都可以来回那种 然后你今年27岁 我也27 我觉得年龄也合适 然后我希望你能选择我 我希望你能选择我 谢谢 很好 我希望你能选择我 谢谢 最后看你怎么选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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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糟kö 马上回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提醒您 马上回来 恒顺金幽灵添加香醋提醒您 精彩继续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 精彩继续 这个秋天分神勿扰法国专场 时隔11年再度出发 在这里阳光轻浮塞纳河畔的街巷 夏末余热在秋季的巴黎城内 传递着浪漫的讯息 如果你单身 渴望与心仪的人一同走向未来 请不要犹豫 登陆立志新闻或新欧洲网报名 即刻踏上这段令人期待的旅程 《非诚勿扰》法国专场已经启动 我们邀请在法国的单身男女 来到我们的舞台寻找属于你们的缘分 让我们在这片充满浪漫的土地上 共同谱写美好的缘分 最后看你怎么选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你好男嘉宾 其实我也算半个重庆人 我是重庆隔壁达州的我老家 我也会煮小面 我做面还挺好吃的 你今年27岁嘛 我也27 我觉得年龄也合适 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明星 但是今天我特别喜欢赵又廷 我希望你们选择我 谢谢 美丽 我提 instituting 想一下 马上 小学圆 下次 发简 我还是想选择一下心动女士 心动女士 来 三位女生请回 来 最后争取一下 没有 其实真的是非常谢谢三号女生可以这样喜欢我 真的是特别的纠结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遵从一下自己的内心 十二号女生 马蕊 我有看过你的节目有好几期了 也有关注到你 而且其实的话咱们昨天晚上碰见过 估计你没有认出来我 但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一眼就认出来了 就是真的 我觉得就是看到你的话 就是你各种的 不管是外形还是说话方式 都是长在我的心坎上面的 你也认出来了 昨天晚上也连夜去学了一句土味情话 而现在我想要讲给你听 就是碰见喜欢的人 心动的人 会有怦然心动 小鹿乱跳那种感觉 但我当时碰到你那个时候 我有怦然心动 但是我的小鹿已经没有跳了 因为它已经一头撞死掉了 它已经一头撞死掉了 它已经一头撞死掉了 它已经变成我们未来的一个生活 来 玛瑞 我想说男嘉宾 我昨天晚上 确实没有太注意到你 因为我觉得你长得蛮帅的 不过 还是感谢你对我的喜欢 因为重庆这个地方对我来说 我还是有一点点目前不太想去 因为我第一段感情 和前男友一起去过这个城市 看来那留下了不太美好的印象是吧 对的 所以谢谢你的喜欢 很抱歉 好的 我 对于三号女神首先我想说一下对不起 确实有点辜负三号女神了 我之前也没有太多的关注到她 突然给我抱灯 我感觉当时我的整个头都是有点蒙的状态 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我不能就是对自己不喜欢的 我去去对她就是不负责嘛 我觉得这样对她也不公平 大家好我是张鸿辉 今年27岁来自重庆 我平时是一个非常的热爱生活 如果喜欢去寻找一些美食 去探索一些未知的这么一个人 如果你对我感兴趣的话 赶紧来联系我吧 其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 这两个选择代表了一个男人的爱情观 一个年龄相当 地域符合 生活习惯搭配 一切一切都是熟悉的人 和一个外地的神秘的仰望的女生之间 她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情感观 我有注意到 傅杨在问她你是帕尔多吗 然后你们在用一种熟悉的文化现象 在对那个暗号 但是她的回答是不太硬 她不是说是啊我是啊 她不是一个热情的方式 她是一个半推半就 所以你刚才在表白的时候 我注意她的眼神一直是闪躲的 她可能不想选择一个 文化上那么接近的人 但我觉得我很欣赏三号 很有勇气地表达自己的喜欢 是 谢谢黄老师 我在想傅杨最后的那一段表达 已经很好 但是那段表达我听完之后 感受到的是 就是是客观的现状的描述 我们很近 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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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有的落点在这里 我有注意到的在现场 她笑得很灿烂 脸都有一点微红的那一刻 是你说 我平时不怎么喜欢明星 但今天我喜欢赵雨婷 那一刻 浓烈的直白的直给的好感 如果的落点是喜欢喜欢喜欢 会不会效果更好一点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我会不会 sampling gravitational 孟非老师好 各位女嘉宾好 大家好 我叫苍凯泽 今年26岁 来自于杭州 本嘉宾由珍爱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正大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女生和我一起去看展 14号 你好 男嘉宾 我也有去看过那种艺术展 感觉非常有意思 那你有什么推荐的 比较有意思的展吗 我比较喜欢看一些 镜物展示的展览 我会比较看重 它的灯光布景 以及说幕布 还有它的大的镜物展示的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再去分析它的艺术性 因为我是美术生出身 所以就会更关注于这些 对 好 谢谢 2号 男嘉宾我想问你 你喜欢跟那个另一半去看展 那你是更期待有人跟你就像所说的一样 在布置上面 灯光上面更有研究呢 有话题呢 还是纯粹的艺术寻陶呢 我觉得还是有话题会比较重要一点 然后还有一些探讨 我也觉得能跟增加一些互动 会能增进情感 陈飞飞 你好 男嘉宾 我也是一个看展爱好者 我想说一个新型的看展方式 线上展 比如我们灯光数字展 它就是把墨高枯上面的图案 转移到数字上 然后观众可以线上看展 非常方便 这个太棒了 因为很多枯根本不开 你到了现场也进不去 但它全部数字化保存 还可以不断地放大 随时换角度 而且那种距离 是你在近距离看的时候 都有的时候无法企迹的 对 我认为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它是可以作为 我们对敦煌了解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 就是说你去敦煌看完了之后 再看它 是会对你整个感受的巨大提升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不站到那个山子绝壁的 那个洞窟里边的时候 你感受不到 那个氛围给你带来的 那种历史穿越感 完全不一样 无可替代 确实 第二个诉求 我不希望女生回我消息 回得太慢 你说的太慢 你有没有一个时间标准 有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 没有回复 我觉得如果在工作啊什么都很正常 但如果说超过一两个小时没有回复的话 就会感觉态度会有点问题 对 不重视 对 不重视 17号 你好男嘉宾 我会经常就比如说我在工作忙的时候 我打开这个聊天的这个见面 我以为我回了 但实际上是我没有回复 我会经常这样 但不是不重视 就是一般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提前说你在工作 那我觉得你没有回复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空闲时间 这么长时间没有回复的话 我会比较焦虑 对 好的 我能够理解17号说的那个 因为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跟你一样 比如说陈铭发给他信息 老孟 有个事想问你 方便通话嘛 像这样的内容 我看到就会马上回 打个比方 他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视频 发给我 我看完 就视同回过了 这个事我有那么着急的 好 好 我看到了 看到了 不会 这分事 有事吗 我就跟你说事 那孟老师 如果你分享给别人 对方看过以后不回 你还会下次再分享给对方吗 会啊 那你不担心他因为这种不回复 表达了一种烦躁 或者 不会 13号 男嘉宾你好 相比于在网上打字 我可能更喜欢跟你面对面视频啊 包括线下的沟通 像我这种情况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这种一般处理的方式 都是尽量的去多见面 多沟通 多线下去出去玩 增进感情这样 好 来看片子 我喜欢看艺术展 享受宁静的环境 从小我就是一个沉浸内敛的人 在严城长大 现在生活在杭州 今年辞调做了四年的游戏策划师工作 进入金融行业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当初来到杭州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美食 我对美食来扯不拒 有人说杭州是一座美食荒漠 但其实有很多值得一试的美食宝藏店 我把它们都收藏在了我的美食清单里 可以满足未来女朋友的各种口味 我还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逢吃必拍照 拍照必发朋友圈 经常有朋友留言 这是哪家餐厅啊 改天一起来吃啊 这也是我寻找饭他自的一种途径 我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 小学时曾经打进了试队 现在乒乓球 依然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区位乒乓球俱乐部 一群年轻人随时随地拉上球网 用自制的球拍来娱乐 平底锅 饮料瓶 手机 万无皆可打乒乓 在消费上我也有自己的主张 我的消费观有四个原则 不买品牌一家商品 不盲目超前的消费 不买大额的充值卡 不乱买打个促销 但是未来的女朋友你放心 虽然我对自己很节省 但是对你会很大分 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看你维莎中说你小时候 有打那个乒乓球进入试队是吗 对 对 对 然后你说最近有一个很新奇的 那种乒乓球玩法 我看你刚拿那个平底锅打 你能铲起来吗 因为平底锅它是外延比较滑的 只能做正常的推打 很难铲飞 好的 来玩一下 趣味乒乓球 平底锅 有点可爱 怎么玩呢 我们来看一下位子 3号 3号来 想选哪一张 你选拍子 可以 你帮我选一个吧 好好好 开始 林比一 它是让你 台子小 好 腰带 它稍稍一用力就出去了 哇 哎呦 要来有回啊 哎 哎哎 哎女嘉宾 打得好哦 控制落点啊 女嘉宾 可以啊 玩得挺不错哦 2比2 最后一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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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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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3 比赛结束 19号 你好 男嘉宾 因为我刚刚一直观察到你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表情 感觉萌萌的呆呆的 现在有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私底下 如果你跟女朋友吵架了 然后你也是那种 嗯 别生气了 就这种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我私底下和现在还是差别挺大的 可能会比较紧张 但是我私底下比如说女朋友生气了 我还是觉得会哄一点吧 对 嗯 好的 好 马蕊 你好 男嘉宾 刚刚看到你的VCR有聊到消费观嘛 就是又到了每年双十一买买买买的时候了 你对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消费节日有什么看法吗 哎 我觉得这个存在就有它的一个合理性 毕竟人是有消费欲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理性消费 不要盲目的超前消费 对 我也什么认为的 他说到了四点 不充大额的处置卡 不盲目买打折的 不超前消费 不超前消费 还有一个 不买品牌溢价商品 有女生赞同或者不赞同的 2号 我比较赞同你 因为设计师的品牌的它的那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你可买这种有点小轻奢 也不买一些个大牌溢价 也不是说不买奢侈品 我只是表达的观点是不要为了奢侈品去买奢侈品 就因为奢侈品有的时候它的溢价率过高 我个人而言的话是比较倾向于如果说同等材质 同等样式的一个情况下 我会更偏向于去买设计性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女嘉宾的支付宝的那个账单 我们来看一下 我 我的 17号 我看到牌最多的是交通出行 真的600多比 因为我经常出去旅游嘛 所以我的交通出行和酒店这个是花费比较多的 然后其次就是吃饭还有就是买衣服 这是谁 这是我的支付宝账单 这是你的 对 它的餐饮消费就会比较高 因为我会把每年大额花在旅行和美食上 我有看到下面是笔数吗 对 倒数第二栏是四位数吗 1068笔 不少的嘞 那是一年内吗 你想 不是 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怎么算的 1000多笔的 他有时候还点点零食 也算是餐饮 整个可能买点水 好 他想什么 我觉得他在想一年1068笔 我点了这么多吃的吗 对 我也纳闷 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 我感觉没有这么多 好 看下一条 在一段健康的恋爱中 双方的情绪管理很重要 我的初恋是在大三的时候 他是一个比较内向不太喜欢社交的人 那时我在北京上学 他在黑河 每次我去黑河找他都要费好大一番功夫 我要先坐大巴车到地铁站 再从地铁站坐到高铁站 再从高铁站坐到哈尔滨站 再从哈尔滨换绿皮火车到黑河 总的时间超过24小时 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是我感觉到会很快乐 大学毕业之后 我边工作边搞副业 但是亏了不少钱 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挫折 情绪也不好 也没有得到他的关心 那段时间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争吵 他也因此觉得受了很多委屈 最后提出了分手 第二段恋爱的女生 我们因为兴趣相同而在一起 但后来发现他经常回消息很慢 慢到会超过24小时 而且是那种不太能管理情绪的人 于是后来就成了这样一个怪圈 我给他发消息 他很久都不会 给他发了多了 他就开始烦躁 一烦躁就容易吵架 一吵架就扔东西提分手 吵完我收拾残局 再慢慢把他哄回来 这样的流程重复了很多次 我也包容了很多次 反反复复的分分合合 当他再次提出分手后 我就再也没有联系他了 现在的我 在情绪管理上很稳定了 未来希望找到一个同样情绪稳定的另一半 我们一起拍照打卡 一起看着 一起旅游 一起探索生活中的小快乐 那个《恋爱情感经历》里边 第一个那个女朋友 你说你去见她一次 路上要花两天 她住在哪里啊 边境上面啊 对 我在北京念书 她在黑河念书 我的妈呀 她真是 真在边境 她真的 她有经常到北京来看你吗 有 也有 她也这么折腾来看你 也差不多 但我们更多的会一起到哈尔滨 这个就合理了 这个好 双向奔赴 对 这点特别好 张敖 男嘉宾您好 那你经历过这段感情之后 你对异地恋或者短暂的异地恋 有什么需求或者想法吗 我觉得异地恋的前提一定是 之后两个人会生活在一个城市 所以异地恋这个东西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就是得需要两个人去磨合 好的 谢谢 曲梦 男嘉宾您好 刚才看到您的VCR里面 跟第二个女朋友 你们两个之间 他可能回你消息比较慢 然后可能他情绪也比较的不稳定 其实之前就是在我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 我有遇到这种情绪不稳定的前任 因为我逛街逛得久了一点点 之后就把我扔在大马路上面 我自己一个人哭着开车回家 就这种情况 如果说在之后的这个情感当中 彼此之间真的是有一些生气的情况 会怎么样去处理会更好 因为在我的理解里 我觉得我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如何去保护女生 所以我一般是情绪比较稳定的那个 我会去收拾烂摊子 然后去把情绪给拉回来 大家能面对面沟通 把问题给找出来 然后再去解决 而不是无休止的争吵 无休止的争吵 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也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只会把两个人的伤害越扯越大 对 22号 男嘉宾 你刚才说 你第二段感情 女朋友不理你之后 你就一直给他发消息 你发消息是那种60秒语音 一直发好多条 还是那种一个 在 为什么不回我 赶紧回我话 干嘛呢 快 就是你是哪种情况 我两种都不算 就是60秒语音 我不可能发这么久的 我觉得正常人也不会想听 然后那种很短的文字 我也一般不会去说 我一般都会有事论事 但是比如说到情绪 比较激动的时候 可能会发长一点的文字 小作文 好 这些男嘉宾给我的印象是很实在 然后非常地有逻辑 低调 谨慎 跟你交流的时候 好像欠缺一些那种情绪价值 嗯 可是谈恋爱吗 可能需要反过来一点 激情 快乐昂扬 这样吧 灯都灭了 你临走之前 可以表达一下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生 第一 温和 温和 第二 第二 漂亮 我真诚 对 他说漂亮的时候 笑得很灿烂 你选的心动是哪位 诶 看大屏 他上来一选心的我一看 想完成上一位兄弟未尽的事业 你再解释一下 没有 我就是我跟二号是一样的 我们是一起看的 很偶然的 擦肩而过 天哪 那他明知道你心动也是十二号 他刚才还坚定地选择心动 他没把你当兄弟吗 我感觉 没有 没有 就 不 这个出场顺序是谁定的 他定 早就定好了 我早就知道他先的嘛 那你心里是不是一直在唱衰他 当时他在三号和十二号当中选的时候 你在后面看的时候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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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就猜他会选十二号 对 因为他是更坚定一点 他从昨天晚上都一直在念叨 这个男生零了零了给我们一个惊喜 来 我们让十二号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首先还是感谢你们两位喜欢我 然后其次 上一位男嘉宾他也非常优秀 然后你的VCR我也观看了 也没有任何毛病 他干嘛也没什么毛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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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一段也被选为心动女生之后嘛 我有点紧张 如果二号男嘉宾告白的时段 可以再往后几个月 我可能彻底忘了那段 不好的回忆 我可能就愿意牵他走 可能就愿意牵他走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你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是在二号和三号之间 你明显喜欢二号不喜欢三号是吗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 我喜欢你 你喜欢他 好 再见 在感情中我是一个比较热烈的人 我比较会去创造一些浪漫 但是在台上我可能会表现得比较局促 可能会刚上台会非常紧张 可能因为冷静是因为我不怎么会笑 不怎么爱笑 所以就是可能面无表情 会表现得比较冷静 实际上我私底下熟了之后 还是比较能聊天的一个这么一个人 大家好 我叫苍凯泽 然后今年二十六岁 来自于杭州 我比较热爱的是美食跟旅行 如果你跟我同样喜欢美食和旅行的话 可以联系我 《非诚勿扰》 马上回来 《非诚勿扰》 精彩继续 《非诚勿扰》 希望对方能和我一起唱甜甜的歌 情有灵犀的美妖 一辈子暖暖的好 恋爱想谈甜甜的 不想一直吵架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她可以监督我 反正日白的不会去触犯到 谢谢 在我的眼里你们是独一无爱的 我很需要别人认可 是觉得很感动 你跟我走吧 谢谢 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